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 上一期视频主要讲了五个适合我们新手朋友选择的一个小红书赛道 如果说你经常会刷小红书你就会发现很多信号在悄悄的崛起 那上一期视频已经给大家看了很多的一些通过小红书变现的一些账号 那这期视频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 那今天这期视频小鱼儿教大家如何用AI来帮我们从零到一 搭建一个小红书账号 并且来用AI来帮我们生成我们想要的笔记 那今天我们要用到的一个工具那就是我们恰GPT 那我这里用到的是一个GPT的一个3.5的一个模板 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就给了他一个提示语言 假如你是一名有十年运营经验的一个小红书博主 我需要开通一个小红书信号 我想做的内容是关于独立女性的 文章受众是25到35岁的女性 可以从零到一帮我设计一个小红书信号吗 先从小红书的名字到背景图再到简介开始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小红书的账号名称 那这里他帮我们想出来了五个 第一个是独立女子计划 第二个自在女性指南 第三个独立女侠之路 第四个女性力量实验室 第五个独立女性笔记 我觉得这几个其实都还不错 那第一个独立女子计划可以 那最后一个独立女性的笔记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你可以从里面任意选择一个 作为我们小红书的一个名字 那么接下来都知道 那这个小红书呢 肯定也是需要一个背景图的 这个背景图啊 他也帮我们描述了 背景图呢 你的账号视觉代表 考虑到你的目标受众是25到35岁的女性呢 可以选择一些简洁清新 充满活力的图像 那这里他又给了我们三个提示于 一副描绘自由独立女性的一个插画 或图像 那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选择第一个 那我们把 因为他的这句话呢 太过于简洁了 我们就需要 让他再帮我们描述的清楚一点 我直接 让他把这句话再描述 详细描述一下 OK 我们就直接发送 DPT非常的敬业啊 我发现他 给了一二三四五点 我说太长了 我需要生成背景图啊 我让他简短一点 那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这里 把这个 这幅图像应该展现出 一位自信坚强的女性形象 她的身姿挺拔 面对微笑 那这个就是相当于 画的是一个人啊 背景呢 是一个天空 或者风景 这里我们把它翻译一下 那我们这里直接选择一个 开阔的天空 我们直接复制啊 这时候你可以用你有的一个AI绘图工具啊 比如说一个米经理啊 把提示词粘贴进来 这里的话用1比1 直接就发送 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米经理呢 建议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工具啊 它的名字 它呢叫Promai 之前呢小佑也出过教程 里面有AI绘图啊 然后有创意融合 非常多的功能 这里我会把链接呢 也放在描述呢 大家直接登录一下就可以 它有可以免费试用的 新手朋友进来可以看到 是有送10个金币的啊 10个金币的话 画一幅画了 它只有0.3个金币啊 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里我们点这个AI绘图 这个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提示语 粘贴到这个下面 在这里选一个风格 看你如果说想要卡通一点 你可以选卡通一点 要写实一点的啊 真实的一点 你就换一个其他的风格 那这里的话 也可以选择不选默认的啊 这边呢尺寸你可以选一下 选个1比1 这里直接点这个生成啊 只需要0.3个金币 那这个绘图速度也是蛮快的 这里可以看到 米吉利的图也画出来了 非常的漂亮 有卡通的 也有一个真实的 那这个呢 就是Promai画出来的 相比之下啊 看你更喜欢哪个风格 那我觉得还是卡通一点的效果吧 这个第三章不错 我们点U3 那我们直接把它保存 稍微带点卡通的啊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风格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面 去尝试一个卡通风格 这里呢 我们这个就图就画好了 接下来背景图也有了 有一个小红书账号的名称也有了 那就是一个简介 这里简介它也帮我们 已经写好了 那简介它说是你账号的第一印象啊 应该介绍你的内容特色啊 这下面呢 也给了我们一个案例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套用它写的提示语 欢迎来到 独立女性 这里是一个专注于25至35岁的独立女性的社区 那么我们分享关于事业生活 成长的经历与启发 那这里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一个 那么我们可以让它再改 再写五个简介 这我再给它一个提示语啊 再重新写五个小红书简介 可以与独立女性产生共鸣的简介 那我们点这个发送 那它探索独立女性的奇妙世界 独立女性的舞台 走进女性的 走进独立天地 自由飞翔的女性部落 我感觉这些还差点意思啊 咱们这个也不是去探索什么奇妙世界 那这里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给它找一个 去找一个简介啊 让它参考一下 那我们回到小红书 那我们在小红书这里可以搜索一个独立女性 我们选一个独立女性计划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需要点到它的头像 我们进去看一下 那这个呢 就非常的不错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每天掌握一个器人 一个人生活也能轻松面对 独居自然 省钱避坑攻略 与女性成长干货 关注我 咱们一起做自己生活的大女主 这个还不错 我们先保留 我们再找一个看一下 这个非常简单啊 行走江湖 记多不压身 那这个更简单 解决生活常识问题 实现真正独立 非常的简洁 这个呢 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了 我们觉得现在 幸好没必要 那这个呢 刚开始我们其实可以 先考虑一个简单一点的 不需要啊 因为现在目前我们是一个型号 像他读书英语价值股啊 这里面还带的一些 兴趣爱好在这个里面 那看过之后呢 那我们就选择这个吧 掌握每天掌握一个技能 OK 回到GBT 那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粘贴一下 它前面还带有一些符号啊 小红书笔记 前两期我也分享过啊 现在他们都喜欢这种 这种可爱的 每天掌握一个技能 那么我们就让他 参考 以下 简介 写五个 那这里我们就让他 参考一下简介 写五个 关于独立女性的简介 OK 然后直接发送给他 是不是感觉有点不一样了 上面这个感觉有点太 这个 这个 有点 说不出的感觉 这个不太适合 那下面我们给了他一个 就发现有点不一样 每天掌握一个技能 成为更独立的自己 在这里我们分享各种生活技巧和职场心得 助你在成长路上更加游刃有余 一个人生活也能轻松面对 我觉得最后一个就不错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释放内心的女性力量 成为自己的生活导演 这里有独立女性的省钱经验 成长心得和生活技巧等等 让你成为生活中的真正女主角 OK 那就选这个 那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单独找一个文档 然后呢 可以新建一个文档 这里你可以在电脑上 鼠标 点击一个 鼠标点击右键 这里有一个新建 我们点一个新建 这里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OK 然后把它放大 打开 把我们刚才的需要的呢 给它保存过来 到时候你可以直接在里面去挑选一个 这个呢 是一个小红书的账号 名称啊 你在上面可以写一个 小红书名称 好 这里可以写个 简介 那等一会儿呢 你就可以从里面去选一个啊 那这里呢 我们的小红书账号名称有了 背景图有了 简介也有了 那接下来呢 开始 我们插的就是一个笔记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让它开始给我们写笔记了 我们需要设定它的一个身份 那这里呢 我又给了它这样一个提示语 假如你是一个有十年自媒体文案撰写经验的一个文案大师 那你擅长撰写小红书平台的读文 其三分钟内的一个短视频脚本和一个完整文案 那你的文章受重是25至35岁的女性 你的文章让人一看标题呢 就想点进去 一看究竟 并且你擅长在文案中不经意的引导观众进行互动 那下面呢 我们再加上一句 根据我给的一个内容 帮我写标题以及笔记 OK 然后我这里发送 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那如果说视频看到这里的话 你还没有一个GPT账号 你可以选择自己去注册一个 如果说不想麻烦的话 你也可以点击描述栏的一个成品账号 大家可以看到描述栏有一个成品账号 很多新手朋友呢 可能还不太会购买 小红书这里简单讲一下 你打开我的一个视频 点击这个把描述栏打开 下面这里有个GPT账号购买 那么这个号呢 它是一个成品号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链接进去 那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除了一个GPT呢 还有一个Mijini 如果说你要绘图啊 而且你会经常用到AI绘图的话 建议你也可以考虑这个Mijini呢 也是可以在这里面购买的 还有一个GPT啊 AI工具 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工具啊 都是可以在里面进行购买 那包括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呢 还有一个YouTube的账号 这里呢 还有一个PS啊 这里GPT的话 很多朋友不知道买哪一个 有两个版本呢 关键看你是想要怎么用 那这个呢是 这个呢是GPT3.5的 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GPT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GPT3.5的 你可以直接选择支付宝 也可以选择PayPal付款 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这里客服 那这个呢是一个GPTplus啊 就是一个可以绘图的一个GPT啊 它呢就跟GPT4差不多 GPTplus 那么这里呢也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国内的啊 国内的一个月是29 三个月是45 一年的话是99 那么如果说你长期要用那个GPT的话 你可以考虑的啊 你可以考虑年付啊 也可以考虑月付 这里呢还有一个共享会员啊 那这里呢有十人月租 还有四人月付的 还有十人年付的啊 大家可以考虑看一下啊 自己需要哪一个 自己选择哪一个呢比较划算 购买下单呢都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里面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工具啊 AI服务 这里还有 还有一些 你看GPT写论文的 那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谷歌账号啊 如果说没有谷歌账号 这儿也是可以买的 OK我们返回来看一下 已经写好了 太给力了 GPT太给力了 虽然说是3.5版本的 但是我们用它来 写一个笔记的话呢 也是绰绰有余了 可以看到标题 独立生活的12个小秘密 让你轻松过自己的生活 笔记 女性的独立生活 这个呢就是一个标题啊 可以看到这上面 它给我们写的标题 那这下面呢就是一个笔记 分享了12个小秘密啊 这个标题 还是真的非常的吸引人 那么这里你可以让它写一篇 或者写五篇 那这里你让它写五篇 关于独立女性的笔记 标题要吸引人 可以看到这里呢 五篇啊 就是一分钟搞定 当然它这里呢 写得非常的短 你这里面呢 还可以让它再扩展了 你可以把这个标题 让它再帮你 可以让它再帮你呢 详细的写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就再换一个话题给它 那这样呢 我就给了它一个 更加复杂的一个指令 假如你正在写一篇 关于30岁 我打算重新养 自己一次的文章 那么方向呢 是你要写的是 30岁如何重新构建 自己的人生 从各方面改变 或提高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文章 那么目标呢 是你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呢 为同样处于这个年龄 并想要改变现状的女性呢 提供一个可时操的方法 以及情绪价值 那过去呢 在你20多岁的时候 你总是被他人影响 或者被自己的不自律所控制 期望你希望这一次 自己可以做到真正的改变 并且影响他人 鼓励他人 用途那这篇文章呢 将发布在你的小红书账号上 结果那这篇文章呢 要有吸引人的标题 能让人看完 并愿意点赞收场 关注你的账号 形式文章中呢 需要五点重要的内容 并适当的包含举例 就复杂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在上面再编辑一个 按照以下要求 给我写一篇小红书笔记 再我们点击发送 这下我们看他会不会给出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速度非常的快啊 我们来检查一下作业 标题 30岁我打算重新养自己一次 这一次我要做真正的自己 那我们给他打个90分 那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标题 过去在我20多岁的时候 我总是被外籍的声音左右 被自己的不自律所束缚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那么期望 但是现在不同了 我意识到30岁 是一个重新出发的地点 我打算重新养自己的时刻 是一个重新养自己的时刻 我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改变 不仅仅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更重要的是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 五个重点内容 健康生活 二职业发展 三自我成长 四人际关系 五心灵充电 那这篇笔记 是非常的不错的 找了那么一点点符号 大家都知道小红书笔记 现在它不太正常 它喜欢在里面去加一些可爱的符号 可能现在女孩都比较喜欢 那这里呢我就 给它两篇参考一下吧 复制一下 那我们把这篇文字连贴给它 让它参考一下下面的笔记 只需参考 那么参考一下下面的笔记 只需要参考里面的各种符号 添加在什么位置 那在上面的笔记里面呢 适当的添加标签 适当的添加各种符号 OK那我们发送给它 这次失败了 它没有听懂我的一个语言 它把符号 它把直接给复制下来了 那这里我们就要对GPT进行一个训练 那这里呢我们就在这边找一些符号比较多的 直接连贴给它 这个可以 这篇也可以 直接复制给它 接下来 那接下来又把我们刚才的发送给它 那如果有需要指令的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里使用到的链接这些呢 我都会放在描述栏啊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操作 那我这里直接 那么这呢我就给了它一个这样的提示语 结合上面发给你的小红书笔记风格 按照以下要求呢 给我写一篇小红书笔记 OK发送 那我看了啊 比之前稍微好一点 多了一个符号 之前是一个符号都没有啊 最后多了一个符号 那我这里让它呢 直接给它提出要求 可以在笔记里面 多添加一些可爱的符号吗 可以看到 有那么一点味儿了 可以看这里符号已经多了 那在这里呢 我就不过多的给大家说了 如果想要怎么训练它的话 大家可以看我上一期的那个 专门写小红书笔记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给它一个指令 那我想让你帮我写一个 关于如何做好时间管理的文案 请问我需要提供什么资料给你 或者我想写一个 关于如何做好时间管理的小红书 短视频文案 请你当我的导师一步步引导我完成 上面呢 只是写一个笔记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个短视频 那这里呢 我们还是要把它的身份加上 你是一个有十年自媒体文案 则是经验的文案大师 擅长撰写小红书平台的图文 其三分钟内短视频的脚本 其完整文案 那这里呢 我想让你帮我写一个 然后我就直接发送给他 那小红书不仅是做图文 那还可以做视频 当你后期的话 你想做视频的时候呢 也可以同样用GPT来 来帮我们写一些文案 那么可以看到 它给了我们的一些要求 你的受众是 吸引谁 年龄职业 主要重点 你希望在文案视频重点 强调哪些关键信息 比如说提高效率 利用时间 还有个目标效果 你希望这篇文案或视频 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你自己的想法 对于时间管理的理念 这里呢 可以看到 它给了我们非常详细的一些要求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提供给他了 他可以帮我们写出一份 比较好的一个文案出来 OK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主要是我们如何从零到一呢 去做一个小红书 那接下来的呢 大家可以去申请一个小红书账号 把我们的一个简介 图片 还有一个简 还有一个笔记呢 直接 复制连贴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开启你的小红书之路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红书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说你也对AI感兴趣 你还可以观看我的其他视频